Hello,大家好,我是Alysis 在上一个视频我介绍了宋燕仁医生推荐给减肥和追求健康人士的蔬菜攀调方法 其实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饮食方面的资讯都对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有很大的用处和帮助 我相信处于现今社会的人,大部分成年人都处于营养过剩,需要或多或少减肥或者是减重 而书里宋燕仁医生提倡的211减重餐盘就对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都有很大的注意 就让我简单的说说,介绍给大家吧 宋燕仁医生的211减重餐盘是以哈佛大学的健康饮食餐盘为基础 里面指的不是每餐只吃一盘,而是必须含有四个主要成分 那就是蔬菜、水果、淀粉和蛋白质 而淀粉则主张尽量选择天然不加工的原型食物 而宋医生的211减重餐盘,把蔬菜、水果类改为至少都要二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点 另外水果的比重,他希望也尽量减少一点,以蔬菜为主 至于蛋白质和淀粉类的原本五五比 宋医生说,如果是想减重的人时,应该有原本的五五比,改为六四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宋医生的211减重餐盘还有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执行 那就是进食食物的顺序 首先喝一杯水,然后进食蛋白质食物 接着是蔬菜,还有就是淀粉类,最后才是水果 另外在用餐时也要喝多一杯水 这减肥减重方法的好处就是大家不需要整天算着卡路里 只需要尽量跟着这种模式进餐,便能达到减肥减重的效果 宋医生说,如果我们能照着这样的吃法,每周应该可以减到0.5至1公斤 实行一个月的话,就应该可以减到2到4公斤 我觉得这种减肥方法好像并不太难去实行 等我也去试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